一女子深夜遭陌生男子索博殴打抢劫 视频画面上的时间显示为8月3日凌晨2点10分左右 当时,一名女子正独自行走 一名男子突然上前从该女子身后掐住她的脖子 将其摁倒在地 女子在正脱过程中被男子扇了几巴掌 随后施暴男子又拽着女子头发 将其拖到监控暗处,疑似抢劫财物 记者在案发地附近一家酒店前台的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 3日凌晨2点左右 在酒店附近确实有一名女子被抢 这名工作人员说 视频中的受害女子是酒店一名住客 8月1日或2日入住该酒店 而事发地点是在其往返工作单位与酒店之间的路上 目前该名女子安全